同学们这俩词是不是意思都大差不差呢 怎么区分呢 好 咱们先从发音上下手 第一个读作Idea Idea中读从第二音节开始 Idea 第二个咬舌音 Thought 他们都有想法意思 但是主动点不同 首先这个Idea就是咱们最常用的 你有什么想法 你有什么主意 通过我们的思维推理理解之后 脑海中所呈现出来一种主意和意见 这是咱们使用频率最高的 举例说明 这孩子满脑子都是想法 The boy is full of ideas The boy is full of ideas 这孩子里充满了各种想法 再看 我认为这是好主意 这句话同学们应该见过 I think it's a good idea I think it's a good idea 这是个好主意 好 辗转到Thought 注意 它的意思叫想法和看法 想法和看法 比这刚才这个主意 比这个Idea就更具什么呢 更具系统性 更有系统性的这种想法 也就是说 刚才的Idea就是 你有什么想法 你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而现在的Thought 就更加具有 通过系统性的思考之后 所得出的这种想法和看法了 好 同时作为名词 还可以翻译成思考 关心以及顾虑来感受 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你看 也就是你有什么 通过深思熟虑之后 你有什么想法 是不是 What are your thoughts on this issue 是吧 这里用Thought 就比刚才的Idea 认为 你这个想法 应该是你准备了 更加完备 更加系统之后 出来的一些内容 好 再看 他老是把自己的想法 闷在肚子里 He always keeps his thoughts to himself 你看 把他的想法 把他的这个什么 思想的精华 保持在 他的自己的思想范围之内 所以说 咱们怎么记 这是咱们最常用的想法 而这个Thought 是通过系统性 思考之后 对一些事情解决的时候 所用的一系列的 具有完善性的这种想法 所以说 这是常规的 这是加强版 同学们 学会了请打一 另外同学们 我再次推荐同学们 如果你学英语 千万要学习英语的语法 因为英语语法 同学们 就是英文潜词造句的规律 你只有学会了潜词造句 规律之后 你才能够灵活运用 动词 形词 名词 副词 介词 等主要词汇 咱们天天背那么多单词 同学们 咱们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最终造句 而造句是按照什么来造呢 胡乱造吗 按照中文的思路 然后一个字一个字按顺序翻吗 当然不是这样 中英的主干修饰 主干的序 这个顺序是一样的 而修饰不一样 而语法主要就是在讲 这些长的修饰 和中文的这种排列顺序 不一样的这些修饰 如何排列 如何呈现 所以说 语法是它的学术语 说通俗点 就是潜词造句的规律 就是你按照什么方法 按照什么标准 按照什么数学公式 能够轻松的灵活 造自己正确的句子 并且还错了之后 拥有自己自愈 和找出问题 并且改正的能力 那么这个能力 就是语法的学习 这整套呢 是零基础到考研毕业的语法 我强烈推荐同学们 把它给收藏学习 所以说 学好语法 你才心中有了根基 好同学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